像第一个可能大家同样面临到第一个问题 我们把它run出来之后 它的字太小了 所以字太小怎么办 那以前我在用那个开发 Java 的时候 我按右键这边其实也可以去做那个 Preference 的设定 但是它里面的话呢 你可能要到 General 里面的话呢它 Color and Form Color and Form 你要找到 Basic Basic 里面的话要找到 Test Form Test Form 里面的话呢 还要 Edit 它 Edit 它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再把它 Aff 按十四 十四步到大 够不OK 大了一点 对不对 OK 但是有些时候同学说 老师这很麻烦的 你刚刚在哪里我忘了 我根本记不起来 后来呢 同学就跟我讲一个更好的方法 不用记那么多 那就要记 Ctrl 再按加 对不对 简单嘛 对 Ctrl 减 太好了 哇 简直是 对不对 所以有些设定说真的 我怎么会知道 我也不敢 本来不知道 这也是同学告诉我的 我说老师 我发现一个功能 而且特别注意 Ctrl 加 跟 Ctrl 减 请记得 加跟减不能用最右边的 你只能用上面的 中间的啦 有没有 Ctrl Ctrl 按住 再加 减 这样的话就OK了 而且这个功能 这个方悬键 在另外一个Spider的开发盘里也可以适用 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而且这个方法其实在以前Photoshop Photoshop应该 大家知道也是可以这样用 所以这个 这个好像是共通的一个 防选键 好 这样就不要清楚了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 相关的设定 我刚刚做的 其实这上面都有 你就 照着做啦 反正 基本上我这边都有说明 有没有 路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这个图很清楚了 所以以后的话呢 你回到 你自己的电脑里面 你做同样的事 一样可以马上可以弄出一个环境 那 我讲究的就是 一个懒人的开发 环境设置是非常重要 不然坊间的书籍 光有人看第一章 第二章就看不下去 因为环境永远弄不出来 尤其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是之前你们如果学过那个Enjoy的时候 Enjoy Studio那个设定更麻烦 而且麻烦到一个不行 很多人第一章就卡住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那个不是最重要 所以可是很多人光 卡在环境设置 就太多时间 我每次问那个同学说你在干嘛 老师我在设定环境 下一周再问他你在干嘛 我还在设定环境 到最后一周呢 还在设定环境 有这么 有这么麻烦吗 没有 老师因为他又更新了 那我又更新了 我又一直在弄环境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写程式 对 所以他就一直教不出来 那我是希望你不要把精神放在环境上面 环境重要不重要 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我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环境OK就好了 赶快写吧 对不对 赶快code in 你最重要的是 你把问题解决 而不是被问题解决掉 很多人就是变得 刚好相反 OK 新增专案的部分的话 New一下 这边OK 然后这边应该没问题 记得是create src 在src这个package上面 按右键 会 新增module 然后module的话 给他一个名称 然后你run这一段程式 但是放这一段程式底下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这个8出现感觉好像怪怪的 我希望呢 应该在前面怎么样 你可以加个字串叙述一下 叙述什么呢 加总 也许我们这边的话 可以比如说叫 当你输入英文没问题 但是你输入中文会有问题 比如说 加总 我这边输入 繁体应该OK 加总 然后 串接的话 这个是字串 应该没有问题吧 前后双引号 加总 OK 这个是加总 就total的意思 然后呢 加串接 OK那其他语言也是一样 你字串的表示 在python里面是前后双引号 或者是 单引号 都可以 双引号或单引号都可以 但是呢我自己习惯 因为我写其他语言都是双引号 那你突然要叫我改 单引号不习惯 所以我的习惯还是保留 跟我以前一样 所以特别是你的双 就是双引号意思说 这个里面是一个字串 那你串接之后呢 再把8加 加总 冒号8 这样子 把它执行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第一个问题出来了 他会出现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 他说 特别注意 语法错误 这个 语法错误里面的话 他跟你讲说 None 不是 UTF8的call 为什么 因为这个他看不懂这是什么 他这个内码 有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呢 假如你看到 这个None UTF8 这个讯息出现的错误的话 理论上呢 应该就是说呢 你的 那个什么呢 Eclipse里面的 语系设定还没设定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环境是Windows 那Windows是微软的 微软它很奇怪 全世界其他的软体公司 都已经用了 UniCore UTF8 但是呢 他里面就是不合权 他就是要用他自己那一套 所以呢 怎么去改 特别注意 接下来呢 如果你要改 假设你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请注意 他的那个位置是在Windows 也是这个Preferences里面 所以跟刚刚设定一样 那设定什么呢 特别注意 请你找到 这个General 最上面这个 General这个 里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叫Workspace Workspace不是刚刚我们 Create刚开起来 工作区 工作区里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什么 Test File Encoding 就编码方式 那你会发现 微软 Windows 预设就是什么 MS950 其实在台湾就叫 BigFive 然后 在大陆可能叫什么 GBK 就是编码方式的设定 那请你注意 你干脆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Other 这边的话 请你把它 先改成UTF8 就一劳容易了 因为全世界 像你以后开发Google的东西 或者是 开发PHP 开发MySQL 开发Java 一定你都用UTF8 就 非常顺利了 那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就是跟微软有点关 微软它就是跟人家不合群 就是说全部你用其他OK 都UTF8 但是微软 因为我们环境是Windows 它就是 给你改一个 那怎么办 没关系我把它改一样的 OK 按确这个Apply and close就可以 所以这边说 如果你遇到这个什么 这个问题 non-UTF8 这个问题 那你记得 就是把它改一下 这个问题 底下这个 那记得就是 把它从这边 做一个设定 记得位置在这里 Channel的这个 OK 然后把它改成UTF8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我们来试一下 OK Apply 好 不过你会发现 你把它Apply之后的话 它原来是MS950 转码 因为你变UTF8 自动帮你转成UTF8 编码 所以会变成 错误的这个乱码 所以没关系 重新再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打一下 加转 OK 然后这边的话 冒号 好 第一个问题 我们看来能不能解决 知情 OK 再来的话 刚刚的错误讯息 你会发现 它不再出现了 但是衍生出来的话 会有第二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刚刚是语法错误了 现在什么呢 叫做Type的L 就是 形态错误 形态 Type Type其实就是Data Type Data Type就是资料形态 资料形态有什么错误呢 其实我跟各位讲 慢慢你要习惯 以后有bug是正常 以后你们会慢慢看到bug 但是你不要看到bug就觉得 好像有什么 反正你看到bug解决它不就好了 他其实有告诉你说你哪里错 他说呢 如果你要把两个东西串在一起的话 如果这个是String的话 那你后面这个如果是 因为你相加嘛 这个是Integer Int Int 整数加整数之后 还是整数 Int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把两个把它什么呢 把它串在一起的话 那你一定要把 这个怎么样 转型 各位应该有概念吧 在Graph里面有转型 OK 有所谓的那个 一般性的转型跟强制的转型嘛 不过在Python里面没有强制转型这个东西 就一般性转型 那我们怎么一般性转型 很简单 你只要在 这个的前面 加一个 叫什么呢 叫SR 就直接在 上前面加一个SR STR 打错了 S TR 然后前刮弧 再把它后刮弧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请你帮我把这个8 里面的东西 帮我转成什么 本来它里面放的是这个8 遇到它之后的话 它就帮你把它转成这样的 这样的8 就是说它是一个其实应该双1号 OK 然后再 帮我跟前面的串在一起 这样就OK了 所以把它资新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资新 还会不会错误呢 有没有 加总 8 OK 应该没问题 所以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1 请你用Ctrl 键 记得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加 Ctrl 加 加那个加的话记得要用中间那个加 减的话就缩小 Ctrl 加减 第二个的话编码方式请你在Windows Preference 里面 General Workspace 设定一下 UTF8 第3的话记得 城市里面加一个转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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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